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我的工作是幕后 我以前有一个老师跟我们讲 他说如果你当幕后人员 那么鲜花跟香吻你就忘记了吧 那是给演员的 所以我觉得天上会掉下来那么好的东西 掉在我的身上一定不是只是奖励我一个人 所以我在那个颁奖典礼的时候 就花了很多的时间感谢25年来 曾经赞助过我们做传统艺术的所有的人 那这一次传艺得奖 他们有请我列出我过去十个大的作品 然后我从第一档一直列到最近这一档 因为一共我们合起来做了五十几档期 那找出其中的十档的时候 我自己居然很感动 我觉得我看到我自己从38岁到现在的人生 已经有25、6年 我觉得这个奖给我的东西是太多了 因为它让我回过头来看自己 然后想未来我要做什么 和我有机会跟很多人道谢 台北戏棚的缘起 除了要给新剧团台北新剧团的小朋友找一份工作以外 最主要是觉得全世界最主要大都市 都有他们的传艺出窗 那我们好像还没看到 后来大力资助我跟我们相对资金成立 这个台北戏棚其实是当时的文件会主委陈玉秀女士 那所以这个两个人合在一起呢 就把这个事情做起来了 不过我想他和我两个人刚开始的时候 都没有想到这个事这么难 我不了解的地方叫做我不了解商业性演出 第二个呢是我不了解如何对于 昨天还不在台湾 明天也不在台湾的人做宣传 所以在那个宣传上面 是大吃一惊就是原来是空白的 所以学习了很多 结论是必须找到源头去宣传 等我们自己发现说 其实我们自己也可以参与 去想办法增加自己的收入的时候 那个士气是不同的 所以其实我觉得我真正的高兴 这么多年做传统艺术 就是我在试图寻找一个方法 能不能够都是传统艺术 你用赚钱的那一部分来养你 不赚钱的那一部分 然后这一块面我们是以创作为最大的重点 如果我们不创作只是想每天演一点短片打架 给这个外国人看的话 这是太没止气了 所以我们每年差不多都有创作 而且一定要寻回 就是走国际跟走大陆 然后再把年轻的人拿出来 用各式各样的方法 让他们有办法自己养活自己还进步 我觉得这个对于自尊跟自强都是很重要的 我的台北戏棚我是每一场都做问卷 而且是每一位我都发 然后收回回收率非常高 那倒是日本人 他们是很认真跟韩国人 他们就对一样事情蛮有意见 这个也可以给大家参考 他们对于翻译很有意见 他们语言由于我们不够懂 所以我们经常找来的翻译 也许有点闪失 我们看不出来 那我们从学韩文的人 到韩国来台湾的学生 到韩国来工作的人 我们通通去拜访过 所以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动作 所以这样子合在一起后 那我们翻译也给些钱 所以有很多学生也因此可以得到兼差 那大家合作起来就很愉快 然后有些人来做前台 所以同仁也有人跑去学日文了 对不对 从不太灵光到现在还是不那么灵光 但是是OK够用的 那这样子大家自己也进步了 因为大家都有一种向上提升的一个动力 所以我觉得做传统系绝对不是像大家讲的 就是说很老的 没有生气的 以后不知道到哪里去的 还有肯定别人都不爱的 不是这样 或者应该说 以不是这样为己任 在不愉快的 同样这些生意 都不应该 Clyde 你们温柔 在不愉快 并直着 os запис 什么 没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